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佬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Subscribe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大家好,今天星期六就會有粵洋主播的賽事 下午就會播放澳洲的賽事 到晚上就會播放沙特阿拉伯的賽事 今次的星期六都幾豐富的賽事 亦有很多看頭的賽事在今次會跑的 S1的第一場千線米一級賽 1點正開跑 1號藏心中 有質素,有這個爆發力,在後面可以追上來 所以這隻藏心中應該都幾厲害 唯獨是要擔心出閘問題 但今次找了一部文貴去跑,看可不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2號炎火萬象 1.13磅13磅13磅艾道拿劇 包太利馬房 這匹馬最近一樣都有份跑一場2月的二級賽秒數 但回到來就好像一般的成績 再來其實比較早一點 去到去年10月的前一場就已經跑到 但當時跑了3歲的千馬一級賽 跑大難地,回到來也有第四 那會不會其實這隻馬可能 跑大難地會好一點呢? 因為他之前的賽職 都是跑變化場地是跑得好一點的 雙方跑正常場地對他來說 會打些折扣 3號炎光彩113磅11磅 麥道朗騎華麗納馬房 這匹馬最近三連勝 不過最近三連勝 還是最近三連勝 是講到去年的事 今年是未跑過的 去年最後一場就跑了1號G1的 韓班錦標 贏起場的姿態當然不會太難 當時都是跟那些 同齡馬和黏馬跑 回到來的贏馬距離 也有兩個幾馬位 但衛讀斯要擔心的地方就是 第一 他出閘也是會向上跳這個問題 也不是第一次發生的 另一件事就是 你幾個月沒有跑 你的狀態還行嗎? 幸好這地方就是麥道朗 因為最近兩次贏都是交給他的 但排了111檔 這裡也是難解的地方 4號明酒夫人 123磅6檔 拍補騎華麗納馬房 最近2月的時候 也有份跑的那一場秒數錦標 回到來也有個第四 而他留得比較後追的 他近乎到包尾 入直路 拿著三碟 然後衝出來 那每段的走勢就挺厲害的 回到來也只有第四 那可能外於個 檔位啊 或者是 部速形勢問題 要留到包尾跑 今次用的騎士是拍寶來的 大家都相當熟識的 看看拍寶騎這些後尚馬 可否再給香港的馬迷看到他的風采 5號 星星鏗槍 123磅9檔 拍位連騎 斯諾敦斯堡 二馬房 這隻馬最近也是有份跑的那一場秒數錦標 回到來也只有第七 沿途其實都跟著放頭馬跑的 但回到來呢 那個加速力不夠 其實都斷得比較快 好早就已經退了下去 就很不一樣 但前一場反而他14米2級賽跑得不錯 那當時還要跟年長馬跑也跑得好 反而上次跟童靈馬跑沒有那麼好 那當然可能上場是復出 因為他講前一仗都講了11月的了 上場是以下身 可能今場上了力 撞踏再好一點 今場可能會跑得好一點的 羅北斗佳麗 123磅12檔 國立機騎 抹後夫人及布特馬房 這隻馬一樣 都是會有跑上次那一場二級賽 做熱身的應該 那回到來 表現就一般的了 首先第一就是出閘已經慢了 然後再逼回馬上去前面走的時候 又回來就斷得比較快了 而且這隻馬其實不是第一次慢閘的 再前一場都有這個問題 但是那次就叫做好彩 修復到失地 回到來也叫做第五 還有這隻馬可能跑的變化地會好一點 因為早前的成績都是變化地 大爛地拿回來 即是跑偏快正常場地 可能會一般的 7個球變女子 123磅7代 莫華海騎 斯諾敦斯保賢馬房 這隻馬也是一樣 一樣都是有跑那場二級賽 回到來有個第五 都叫做不算太過差 但你說是不是很好呢 亦都不是 因為也是有慢閘這個問題 沒辦法 因為這一組全都是三歲馬 這三歲側身馬 很多時候都有這些問題 哪隻犯錯犯得少些就有機會 上次就收穫不到失地 回到來只有第五 八月花城日暖 123磅3磅 莫龍利騎 凌海森馬房 這日馬上次就跑第二 都是那場二級賽 回到來沿途守住的位置都相當之好 雖然放頭馬放得比較開些 都整四五個馬位都脫開了他們 但入直路都跟這床心中 又一起追上來 最後床心中的爆發力更加厲害 回到來有個第二 都一點都不失禮 絕對可以跟床心中再困過 江號梁神奇遇 123磅1檔 奇寶吞騎 彭達馬房 這日馬上次跑第三隻 他的跑法 一直都是放頭走的 上次會不會嫌他放得太快 放得太開 其實我覺得 跟他平時跑開的 做的時間的確 是不太大分別的 因為我覺得上場這樣放 是絕對合理的 因為你知道你的主要對手 可能比較被動 變成你在前面 盡量走快一點 他沒有機會可以放掉他 因為如果你要 不斷跟他鬥爆 你明明夠爆 所以變成三上馬 有時候控制不到 都有機會這些問題 最重要就是 這次吉普敦 上次跑完一次 摸熟了日馬 今次繼續跑他 最重要就是有盟一檔 沿用上次的跑法 今場機會也不會差到去變 十學巨狼冠 123磅10檔 國寶星奇 你試馬房 這馬上次也有份跑 但是跑得比較差一點 跑到最後回來 那 但是你說有什麼健康問題 上次好像回到來 又沒什麼 但是他沿途 可能是因為沒有遮擋 又跑得比較蝕 走三疊 所以回到來 可能都 就算入直落 被你衝都沒得衝 因為沿途已經用了那套力 即是已經蝕了 所以上次是跑得差一點 當然 你可以說他上次用來做熱烤身 沒什麼所謂 但是這次的檔位也不是特別好 所以這隻巨狼冠今場 都比較難跑一點 首號 鐵血貴虎 123磅8檔 少梁瑜騎 火可拿 尤達榮馬房 這隻馬上次不跟他們一樣 他是一月那場跑完 就沒再跑了 但是上次厲害 他接近隔了一年復出 因為他再對上一次出賽 已經講上年的三月 隔到差不多接近一年 上場1月26號 就跑了一場三級賽 跟童靈馬跑的定榜賽 回來的 回來有走勢 竟然隔了這麼久 沒有跑 最後沒段追的走勢 都相當之淩厲 最可惜就是 法力可能比較遲了 或者留的位置比較厚 追得到第三 但這隻鐵血貴虎 上次的走勢 都相當不錯 12號 外滿日123磅二檔 布利斯奇 賴欣 歐令Sir 馬房 這隻馬上次又是有份 跑二月那場二級賽 回來就近乎包尾 都是一般 而且這隻馬真的 他跑遠地 大爛地 成績會比較好 上次跑正常場地 好地 就跑得那麼差 看看這次的場地 會是怎樣 如果是跑變化地的話 可能這隻十月外滿日 又會跑出他的水準 十三號 幻星堤 123磅五度 始賽風騎 李士馬房 這隻馬上次也有份 跑 但這隻馬反而 主要是跑正常場地 會好表現一點 上次跑正常場地 但都入到直路 沿途在後面 都是根字 都沒有怎樣加速過 可以見這隻馬上次 剛剛第一 叫做今季復出 狀態的確是差一點 上次來的 我覺得這隻馬 拍得比較差一點 跑完一場 看看狀態有沒有提升得到 今場來說 可以跑好一點 這場一級賽 主要是三歲的磁馬跑 跑的路程就是1400米 你說可以選擇的馬 其實就很簡單 不是特別多 但是呢 有幾隻 其實上次已經是跑過的 分別一定是選擇的1號 藏心中先 畢竟最近都叫做跑過 有狀態 而且贏起來的姿態 都叫輕鬆 接下來呢 就會輸給他那兩隻 分別就是 八號的花城日暖 還有9號的梁神奇緣 因為兩隻都是 跟他跑過的 起碼叫做 大家都是那組出來的 照計 實力上 不會相差太遠 雖然未必夠你再跑 即再跑未必夠你跑 但跑某的沒有絕對的 不試過 怎知道 可能有機會搏一下你 在這裏就有點不同 再來選擇就是七號球變女子 因為你見上次跑那場呢 反對有點失失劫劫劫 即是沒段 其實他都肯衝的 跑得不錯 是出閘那裏 蝕了 慢了閘 迫著留到最後最後來跑 那看這隻七號球變女子 有沒有機會今場 如果不慢閘 這個走 即是放回 一個應該跑的位置 會不會有機會可以威脅 因為上次如果不是慢閘 其實可能未必跑到第五 可能會再接近一點 那變相就會要這隻 七號球變女子 那最後就會要這隻 11號鐵血貴虎 因為他是特別一點 就是不同他們這一堆 這一堆大部分 那都是跑上一次 2月11號那場二級賽 他不靈靈丁丁 不是的 他是在1月到 跑了一場三級賽 但是上了名 但是上了名 有多厲害 正正就是因為他隔了三個 接近一年沒有跑 這樣復出回來 在這些級制賽 都能夠跑得好 我覺得這隻馬 都應該有點不簡單 而且他跟你們不同組別去跑過 未大家困過 不知道大家實力情況下 這隻手號跳的貴虎 有陪女可以搏一下他 他有沒有機會在這裏 衝募一直 因為其他馬 基本上大部分上次都對淚過了 所以今場選擇的馬 推介就是 1號、8號、9號、7號和11號 多謝大家 S1的第二場 1651級賽 1.40分開跑 1號外禮物 1百 30磅三檔 麥道朗騎 金銀斯馬房 這隻外禮物最近2月復出 那天就贏了一場太陽神錦標 回到來的姿態其實都比較輕鬆 贏起來都很快要吹灰之力 可能因為上次是復出的關係 你叫出閘不是平時那麼爽的 是有點慢了的 但不要緊 我憑著的能力、質素 一樣都贏得到你們 所以我覺得上場來說 這隻外禮物是跑得挺好、挺出色的 那狀態來說應該會比上一次更加好 2號至寶 130磅三檔報民騎 另外三馬房 這份馬上次也有份 跑一場太陽神錦標 當時是羅尼亞騎的 可能因為出閘 都被其他馬夾一夾 變成留了的位置比較厚少少 還有沿途沒有遮擋走三疊 最重要就是回到來 直路的時候衝的時候 又被其他馬再夾一迫它 搞到最後只有第五 但如果正常被他看空這樣順利衝刺 或者沿途搜的位置更好 有遮擋的話 會不會跑得更接近一點呢? 3號騎最分位 1號30磅7檔 格納基奇 烏猴夫人布特馬房 這馬最上一次跑已經是說 11月的墨爾本杯 你看跑這麼長途的賽事 不過不要緊 你復出賽事 你選人1600米跑一下也對的 因為始終這馬之前跑開的路程 已經比較偏中長途 不要緊 這次選一場1600米 中距離做復出賽 只要熱身而已 4號看圖 130磅9檔 排位連騎斯諾敦斯寶賢馬房 這隻馬最近跑了一場 已經去到去年12月 頭的時候跑了一場二級賽 回到來走勢就一半半 當時的狀態都一般 因為其實對比他在前起出賽 所以隔得比較久 這次隔了兩個多月 再跑這場一級賽 首先你的級數 我覺得一半半而已 再雞而 最重要就是 撞馬的狀態 我覺得未必那麼好 5號指數定略 130磅6檔 墨龍尼騎 靈岩生馬房 這匹馬最近也有份 跑太陽神錦標 當時是史翠鋒騎 回到來有個第六 其實他沿途 就跟著放頭馬後面跑 但是回到來 都看到他 又入到250米左右 都開始轉弱 都斷得比較快些 是因為後面那些馬 可能的水準質素差些 追不過他而已 但他對比前面那幾隻 他就明顯是轉弱 最後下去 下腳 所以這隻5號指數定略 上場的狀態 的確是 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經過上場熱身跑完 今場會不會狀態提升了呢 因為 畢竟前一仗 在香港 來香港跑一場 一里錦標 回來也有個第三個 是輸給你 加州星球 金翔60 落後管理木場 130磅10檔 奇寶登騎 彭大馬房 這次馬 那場太陽神錦標 跑得差 爆尾 沿途也是爆尾 因為出閘的時候 跟對手撞完之後 就留在最後 入直路也是最後 沿途過終點 都仍然是爆尾 可想而知 上次跑得很差 不要緊 因為上次可能當死火閘 先操一下狀態 經過上場熱身 今場的狀態應該會 比上次更加好 但今次的檔位也不是特別好 那就看看他怎樣跑 7號土著步軸 130磅2檔 金美琪騎 八經亞馬房 這匹馬 也有份跑 那場太陽神錦標 回到第七 當時已經是金美亞奇 沿途走位 其實都 因為前面放得比較快 比較開 他守住第三位 其實落後的馬位也比較多 日到直路的時候 打算去追趕前面的馬 但也追不到 走勢也一般般 所以回到第七 你可以看到熱身一鋒 狀態應該是有所提升的 對不對 今次也有個好檔位 有個移檔幫手 他會不會跑得好一點 八學球街全賽 130磅5檔史上風騎奧斯馬房 這匹馬 最近那次跑 已經說的是十月的時候 跑場考飛爾德杯 回來都差不多了 今年第一次跑 當這場千錦米復出 因為其實他跑的路程 都已經是 上去2200、2400的路程 復出賽 不用選那麼長的 今場千錦米開氣 跑一下 始終四歲馬 都還有很多上升的空間 今場來說 狀態一定不是十足 那麼 下場等他跑一下 先看看吧 教育管子 129磅12檔 貝利斯奇 華尼納馬房 這日馬太陽神 那比這場 又跑得頑皮 回來 只有第九 上場出閘又慢 首位 又不是平常手開的位 變相回來 最後拉斯 又跟其他馬 撞來 撞去都未看空得到 所以回來只有第九 但之前那幾場 都是一級賽 二級賽 又上名 所以我覺得這隻管子 沒理由是這麼差的 而且也嘗試過 和那些年長馬 跑過 其實都跑得不差 那麼 坐下九號管子 今場 看看他發揮如何 騎士 換了一匹利斯 下去 看看可不可以再跑得好些 10號 山間善女 126磅8檔 郭布星奇 潘英年馬房 這隻馬最近 跑那場馬 已經數到墨爾本杯 即是上年的11月 今年復出賽 就選這場來跑 他當日跑那場 密爾本杯就跑得比較差 那這個路程 其實 就有一 win 一個第三 正路就很適合發揮 但是呢 只不過 他之後呢 也嘗試去增情 去跑些高水準的賽事 也跑些比較長途的賽事 當然不要緊要 啊 復出一定是千度米中距離跑一下 但狀態來說 一定是未是十足的了 11號狂迷女孩 126磅1檔 麥華凱騎 懶馬房 這匹馬呢 最近 就在 太陽神錦譜 有個第三 都叫做不差 沿途首個位置 其實都近乎最後 能夠在這麼後位置 都追到上來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隻馬都幾厲害 狀態來說 上場應該都不差 今場抽過一檔 狀態比上次更加好的話 可能再威脅得 愛禮物會再多些 十二號門關鍵 126磅4檔 愛道拿騎 懶馬房 這匹馬上場 跑第二 輸給愛禮物那一場 入直路 其實都想著 可以捱得到 頂得住 但最後都頂不住愛禮物的衝刺 因為這隻馬 習慣成跑法 就是沿途領放 他上場都其實放得很漂亮 但最後都很可惜 就是被愛禮物一攻而破 但同時間 他也頂得住後面的狂迷女鞋 狂迷女鞋 狂迷女鞋都追得很厲害 剛才都說了 所以這隻面門關鍵 上場跑得這麼好 今場可不可以繼續呢 這場千露米一級賽 大多數馬都是出自於同一組賽事 就是二月那場太陽神錶標 雖然來來去都是那幾堆馬 變相選馬 我一定是先選頭三名 我的禮物一定是先走頭 然後就是 妙門關鍵 還有狂迷女鞋 狂迷女鞋 狂迷女鞋 其實可能會再拍一節 也不奇怪 如果不是留到最後 但我覺得 妙門關鍵 上次這樣放其實都出色 是輸給你愛禮物一隻 最後就是追我不到 狂迷女鞋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場賣依然都是這三隻 會比較清先些 當然 最後也會選擇那隻管子 我覺得這隻管子也是 大家 注重了前面過終點那幾堆馬之外 其實留意 上次管子 沿途都好像沒怎麼跑過 但我覺得以這隻馬的實力 應該比其他很多馬都會高些 所以我覺得可以搏一下這隻 而且這場馬 很多馬都是出自於華麗納馬房 看看怎樣打戰術 去困住這隻愛禮物 因為這隻愛禮物真的 都相當之厲害 上次這樣追上來贏得到 因為其實最後 你見到 跟妙門關鍵都鬥了很久 最後才過到那一點 所以 變相這隻愛禮物上次都有用力 當然 上次是不是狀態十足跟你跑 就未必的 但這次狀態一定是有提升 再跟你困過的話 絕對這件事已經是 很有好處 所以這場的推介 會是1號、12號、11號和9號 多謝大家 XX的第三場13.3級賽 2.420分開跑 1號薄大 1米18磅 5檔 史上風騎 李威納馬房 這次馬隊上的出賽 已經數到10月的時候 跑葛事盾 當時是牌包尾 都可以見到相當之差 當時是哪隻贏呢 葛事盾 不是正正就是愛禮物 所以變相愛禮物 就上來排一級賽 你們繼續跑這些2、3級賽 還有這隻博大 那麼久沒跑了 狀態一定不是十足 當來熱身一下吧 2號急升火箭 1米18磅 7檔 金尾奇騎 馮大衛馬房 這隻馬最近2月都跑了一場 露必通錦標 2級賽 回到第六 沿途守著中間位 沒端 沿途守著中間位 沒端 有衝了兩步 但是最後200米的時候 其實連邊都掉了 衝到 所以回到第六 經過上場 現在熱身 今場狀態應該會好一點 3號順走售 1125磅 9檔 艾道納騎 海馬糾 何偉恩 何加士馬房 這隻馬最近跑了一場 已經數到去去去年11月 跑了樣賽者3歲以上 跑得很差 但是回到之前 其實是曾經試過 3級賽者都能上名 但不知為何上次那麼差 跑得很差 可以見到 上次狀態 開始走下坡 變得比較差 隔了那麼久沒跑 狀態來說 一定不是十足 拿來移一下身 操下狀態吧 4號領岳嶺 125磅 一檔 葛納騎 護後夫人布達馬房 這批馬最近 數到去去去年12月 跑了一場2級賽 回到第六 當時是國立機跑的 沿途搜的位置其實不錯 放在放頭馬後面 打算逼上去放頭馬 打算跟他一起走 誰不知 到終點後面 整站馬就擁過了 所以回到第六 這次 繼續都是用國立機跑 而且進入一檔 看看可不可以用上次的跑法 再加上 最重要就是有一個一檔幫幫手 看看會不會跑得好一點 5號密探行動 123磅10檔 麥華海騎 奧斯馬房 這馬2月的時候 跑了一場藍十字錦標 當時是三級賽 回來 回到來 贏起來的姿態 不是特別辛苦 但這隻馬有個小問題 就是會內閃 起步 出閘這個問題 沒什麼 但入道直路有內閃 有時候會被控告 尤其是海外賽事的執法 其實都很嚴 少少阻擋就要控告你 所以這次密密行動 就是騎士 入道直路的發揮 見他上次贏起來 姿態不難 今場來說 很有機會再贏多一場 露教徑 123磅3檔 布文騎 寧海森馬房 這盤馬 今次找了布文過 幫他跑 但他的上場 是說 11月的時候跑 當時跑了那場 五歲馬的定榜賽 當然是比較高獎金 但回到來 只有第二 贏不到 因為最後被一隻叫 蝶蜜仔的馬 不斷衝勢太強 一夜衝過了 隔了那麼久沒有跑 狀態來說 未必十足 但是找大師傅 布文過去跟你跑 一定是 布文也是 考慮過 有把握才跟你跑 這些馬 難道無端 乘飛機回去玩嗎 有個不錯的 當位三檔 看看這場 可不可以跑好一點 7號 藍耳圍城 122磅6檔 密道朗騎 金敏斯馬房 這馬最近也是 二月的時候 跑了一場 藍十字錦標 就是輸給你密探行動 那場而已 沿途回到來 其實也跑得不差 但因為 剛才剛才說 那隻密探行動 內閃 他是其中一隻 受到影響的馬 但回到來 最後告 是告不掉的 抗議不成立 只有第三 否則 被人阻一阻 上場 可能有機會是他贏 9號目地藍耳 117磅8檔 少良宇騎 華里納馬房 這日馬最近有份 跑狼十字錦標 但跑到來 是爆尾的 由出閘 到過終點 沿途走勢 都沒什麼好看 沿途留在後面 回到來 也是爆尾的 我想上場的狀態 一定是 不太好 經過上一場 熱了一局 看看今場的狀態 會不會好一點 跑回好一點 10號上一下 117磅2檔 騎普敦騎 龐大馬房 這日馬在2月首號 也有份出賽 但不是跑一級制賽 是跑一場 88分的洋賽 當時贏起來的姿態 都不錯 沒斷進來 350米左右 就已經領先了 保持走勢 保持領先優勢 沿途回到來 都贏得可以 今次抽過2檔 試試上來挑戰一下吸濟賽 考驗一下實力 這場馬 其實比較少賣 只有10隻馬 報名 有一隻8號 退出了 實際上只有9隻馬 選擇的馬 其實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我選擇的馬 不是根據你的賽積 或者賠率而選擇 主要這些海外賽事 因為他們一雙隔的月份 是隔很遠的 你看剛才說的 11月跑完 可以幾個月都不跑 直接跟你跑一場 這些吸濟賽 變相我會選擇 最近跑開 贏的馬 所以變相 這場又有幾隻 分別就是 5號的密探行動 7號的藍耳圍城 大家上次都跑過 而且2月11號 跑完沒多久 兩個禮拜前 所以這些馬我更加會秤先 5號一定是行頭 上次話說都贏到 不過內閃這個問題 就真的要修正一下 否則又影響到人 又被人告 上次幸好 告不成 即告不成 變相 他可以繼續贏 即判他做贏 藍耳圍城上次 就是受他最大影響 今次是復仇的 還有哪個馬可以選 我會選擇 10號上下 他跟其他馬 不是同一個組別走出來的 是一隻 叫做上來升班 上來三級賽挑戰的馬 但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上場贏得到馬 而且最近跑完 也是2月11號 剛剛跑完馬 變相這些馬 我就會選擇 因為很多馬都打算 找這場做熱身 又或者是 馬很久沒跑 就跑來跑 這些馬 對比起跑開的馬 我覺得這裡是個分野 我不會因為 這隻馬 上年幾個月幾個月跑完 跑到很厲害的賽事 有賞名 我就會選擇他5米 反正我這些馬 反正我寧願搏一下爛門 選擇最近有狀態跑開的馬來選擇 所以變相今場選擇的馬 就會是5號 7號 還有10號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按訂閱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 請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刻回覆你 多謝大家